这是要听原住民朋友的心声 今天早上这一群花莲县封冰箱的原住民朋友 到了台北来控诉 他们说封冰箱公所因为人员交接错误 资料遗失 造成原住民土地遭到侵占 他们协调很多次之后仍然没有结果 那么因此原住民土地自救会 规划要在12月23号 在当地发动封路的抗争 要宣示自己土地的主权 不公使原济法 归还传统领域 归还传统领域 原住民族高分辈呼口号 要政府还土地 因为20年来持续耕种中的土地 竟然不是他们的 早已经被国有财产局 拨给东莞处处理 79年的时候有申请保留地的作业 可是到了86年的时候 封冰箱公所一个公文 原住民保留地承办人流动性大 在移交过程当中没有清楚的交接 以至于79年到82年间 所申请的所有资料查误留存 野蛮的行为 也就是说这个已经 原住民已经开发的这个部分 那已经陈述过了 就让政府机构拿走 这是一个野蛮的 坦白讲 那政府变成是一个有牌照的强盗 通平政府侵占土地是野蛮行为 因为多年来 部落族人配合法令 合法登记土地 更有缴交土地税 最后却是一场空 部落青年呼吁 要用选票抵制政府 我们看到我们的乡公所 完全没有看见他自己的 那个行政的数字 我觉得上行下效了 马英九他没有看见原机法 所以他底下 那个地方的单位 同样也用同样方式 去看待原住民 侵占土地的争议 封闭乡公所与管理单位 互踢皮球没有下文 他们计划在12月23号 封路抗争 要政府归还土地 明镜是新闻 何文昭和邢文宇 特别报道